我们军事上的全面胜利是指日可待的 但是经济财政上的困难 我们才刚刚开始经历了 1949年5月 解放军攻占上海 上海终于回到了人民手中 然而上海的一些资本家 却不愿意政权落入人民手中 依然做着蒋介石打回来的美梦 在经济战线上给党和人民使绊子 大肆炒作物资 导致上海人民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 大有动摇新中国的政权知识 对此 毛主席认为绝不能放任不管 立即将陈云找来 商量对策 听了陈云的汇报后 毛主席的脸色变得十分沉重 严肃地说 请总理电告上海的陈毅同志 欲要大获全胜 就要注意保密 1949年5月26日 在蒋子英的劝说下 固守在扎北电厂的国民党第230师副师长 许兆向解放军投降 随即首敌便放弃了抵抗 至此 上海市区全部解放 5月28日 陈毅在市政大厅召开会议 宣告了上海市人民政府成立的消息 并指出 改造就上海 建设新上海 是人民政权的根本宗旨 为了安抚留下来的国民党 就政府人员 陈毅勉励他们说 你们要隔安职守 努力学习 改变世界观 为革命 为人民多做些贡献 中国共产党是不会埋没人才的 后来 陈毅还找到上海市元旦市长赵祖康谈话 交谈中 陈毅鼓励赵祖康 要利用自己的专长 为人民服务 为了让赵祖康安心 陈毅还任命他为人民政府的公务局局长 然而 在陈毅市长权力稳定上海人心的时候 上海市的一些资本家开始倒行逆施 囤积居齐 酝酿着一场在经济上打击人民政权的阴谋 在国民党遗留下来的长期通货膨胀的基础上 这些资本家利用人民的恐惧心理 趁机大搞银元投机 不断兴风作浪 并扬言解放军进得了上海 人民币进不了上海 事实上 在上海即将解放的时候 一百元的法币只能购买一厘米的千分之二点四五 这便是蒋介石留给中国人民的一个上海 而在日本人全面侵华的1937年 这些钱可以购买两头牛 在抗日战争胜利的时候 却变成了可以购买两个鸡蛋 到了1947年却只能买一个煤球 轰火膨胀 物价飞涨 民不聊生 人心丧尽 国民党蒋介石的政权就是这样一步一步的走向垮台的 然而这样一个腐朽的政权 却被资本家们当作投机的乐园 他们不思为人民共和国的建设出力 却利用手中已经掌握的资本 大肆掠夺国家和人民的财富 想将已经被人民抛弃的国民党反动政权迎接回来 还大言不惭地说 共产党是军事一百分 政治八十分 财经大零分 上海解放后 在这些资本家的炒作下 仅仅在一个多星期的时间里 就将银元与人民币的比价由1比100上涨到1比2000 物价也陡然上涨了三倍 在这种情况下 一些私营的百货公司竟然用银元给互物标价 而拒绝使用人民币 企图将人民币排斥在市场之外 结果 早上从人民银行发出去的人民币 刚到晚上便又回到了银行 6月6日 为了稳定金融市场 一个城区的人民政府掏出了1万银元 然而 这些银元刚刚掏出不久 便被那些投机商们全部吃进 根本没有起到抑制银元上涨势头的作用 这样一来 抛售银元的办法 不仅没有达到稳定金融市场的目的 反而成为了这些投机商赚钱的工具 大大助长了他们的投机之风 这样的结果 直接导致了人民生活处在崩溃的边缘 为此 军管会采取了宣传教育 行政强制等多种方法 与这些不法分子展开了坚决的斗争 从现在起 人民政府 查封这个政权大楼 在斗争动员大会上 陈医师长说 一定要把这次行动当作经济战线上的淮海战役来打 不打则已 打就要一网打尽 随后 军管会组织力量 在6月10日取缔了操纵银元的投机市场 扣押了250多名主要投机分子 破获了许多地下钱庄 禁止银元黄金外币在市场流通 让人民币成为唯一的本位币 很快 消息传开后 市场上的银元价格暴跌 6月23日 为了达到打击共产党的目的 蒋介石集团利用尚未解放的舟山群岛 控制了东海门户 切断了各国开往上海的商船 以此来达到海上封锁的目的 在蒋介石集团的封锁下 原本可以由海上运送进来的大批物资 被隔绝在海外 很快 上海的不少物资断货 在这种情况下 上海许多工商界的人开始心中发慌 有些人准备逃到香港和台湾去 在那里投资半场 继续忍受帝国主义卡脖子 在这些人看来 与缺货断供相比 更愿意接受卡脖子下的生存 在炒作银元失败后 那些资本家又借助蒋介石集团 海上封锁的机会 将目标转向了老百姓赖以生存的大米 棉花和煤炭 准备在对这些物资的投机中 大发横财 这次 这些资本家不仅在上海兴风作浪 囤积居齐 更是将北平 天津等地作为先导 其他地方跟进 作为投机手段 仅仅在不到两个月后 大米 棉布和面粉价格就上涨了三到四倍 面对这些经济数据 躲在暗处的那些投机商们开始偷笑 就连共产党的一些老朋友都担心了说 要不了多少时间 以毛主席为首的共产党 这些在农村土生土长的人 一定要失败在不懂经济上 然而 毛主席却不信邪 乐观地说 打天下也并不容易 治天下也不是难的没有办法 早在六月初 毛主席便想出了办法 立即组建隶属于中央军委的中央财经委员会 并火塑调来了熟悉城市工作又懂经济的陈云 担任中央财经委员会主任 薄一波为副主任 统一领导全国的经济工作 中央财经委员会成立后 面对人才的严重短缺的问题 陈云指出 应该在德财兼备的前提下 搞五湖四海 就地取财 为了网罗人才 陈云特意致信周恩来 请你告诉我 可以吸收哪些人来办这些事 个人的政治态度如何 在周恩来的支持和推荐下 陈云在紧盯党内人才的同时 选用了不少有经济才能的党外民主人士 7月12日 在中央财政经济委员会组建完成后 陈云主持召开了成立会议 7月19日 在毛主席的期待中 陈云亲自启程前往上海 正式开始指挥这场经济战线上的战斗 在到达上海后 陈云立即着手调研 对上海的经济形势做出了准确的判断 并在两白一黑的斗争中 陈云设法将这些资本家手里的钱套出来 换成了大米和棉沙这些物资 10月1日 在与这些资本家斗争的过程中 毛主席在天安门城楼上宣布 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 今天成立了 10月20日 中央人民政府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 第一次会议在北京召开 毛主席亲自主持了这次会议 会议期间 毛主席接到报告 自10月15日 沪金仙道 华中 西北跟进 全国币值大跌 物价猛涨 不出一个月 物价平均指数 仅仅涨1.8倍 上海涨1.5倍 华中 西北大致相同 对此 毛主席忧心忡忡 立即将陈云找来 一起商量解决问题的办法 随后 陈云按照毛主席的指示 制定了一整套经济战线上的作战方案 并在北京和天津的粮食战场上 打了一个漂亮仗 让这两个地方的贩子 不敢轻举妄动 得到两地的粮食战争捷报后 毛主席高兴地说 只要我们做到手中有粮 老百姓就自然而然地心中不慌 那段时间 陈云先后发出了12道指令 来评议全国的物价 在打击上海的那些投机资本家时 陈云起草了一份发往上海的电报 指出 一 目前抢购丰盛时 我们应成绩将冷货呆货抛给投机商 但不要给其主要物资 二 等到收缩银根 物价平衡 商人吐出主要物资时 我应成绩买进 电报起草完毕后 陈云立即把电报上呈党中央 交毛主席批阅 收到电报后 周恩来总理考虑到毛主席的作息时间 在电报上批示 如主席未税 请及送阅 如税 旺先发 发出送阅 当晚 毛主席便在电报上批示即刻发 发后再送刘少奇 朱德 随后 毛主席专门召开会议 讨论这次经济战线上的战役准备情况 确保打折必胜 会上 陈云报告说 根据中央主席的指示精神 我以中央财经委员会的名义 于11月13日向全国发出指示电 同时 为保证江南沙布的供应 特为派前之光同志先到上海 然后去汉口 适当调整两地的沙布量 一句话 万事俱备 只欠东风了 接着陈云的话查 毛主席说 这东风就是中央下命令了 这次战役已经全部准备完成 毛主席转过头 问恩来同志 到目前为止 我们手中的确有了充足的 反击投机家们的子弹了吗 周恩来总理点了点头 还是和战争年代一样 对毛主席说 是的 在政务院的统一领导下 经过这一段时间的紧张准备 大量物资集结完毕 我们手中掌握了充足的纱布 一句话 与上海投机家们决战的时机 完全成熟了 听了周恩来总理的话 毛主席郑重地说 好 陈云同志 快拿出你亲自制定的决战方案吧 于是 陈云将自己精心准备的 三个步骤的作战方案 讲了出来 一 抛出我们库存的冷货和呆货 供上海的投机家们抢购 二 随行就是 按照时下市面上的价格 抛售纱布 再次供投机家们抢购 三 当投机家们吃得快要撑死的时候 我们在全面压价抛售 陈云说完后 周恩来总理胸有成竹地说 这样一来 吃到投机家肚里的纱布 兔吧 赔老本 糊涂 就得仗死 看到大家信心百倍 毛主席十分高兴 紧接着 毛主席又了解了上海这些资本家的融资手段 听到这些资本家的融资手段 是民间借高利贷和向人民银行借贷时 毛主席说 要通知我们的人民银行 要严格借贷手续 到时 这些投机家不还钱 就以实物抵押 在确保了所有环节都没有问题后 毛主席下达了最后的经济战役命令 既然是战场较量 又要严格封锁一切消息 让这些投机家们在商场中 变成瞎子 笼子 要做到像蒋介石那样 听从我们的指挥 为此 请总理定告上海的陈毅同志 欲要大获全胜 就要注意保密 陈云同志 你是这场战役的总指挥 请下达决战的命令吧 接到中央的命令后 陈毅市长立即按照中央的部署 和天津 武汉 沈阳 西安等大城市 步调一致 让所有国营花纱布公司 同时一起向外抛售纱布 战役进行的时候 陈云再次从全国的棉花产区 源源不断地调来棉沙 经过一段时间的较量 这些资本家再也撑不住了 便纷纷开始低价抛售手中的棉沙 最终吃了大亏 在这场经济战线上的作战中 毛主席带领共产党人和人民群众一道 取得了重大胜利 基本上稳定了上海和全国的棉沙物资供应市场 得知这次没有硝烟的战役 取得重大胜利后 毛主席非常高兴 给出了很高的评价 指出这次战役的意义不下于淮海战役